不可能 事實上我覺得我已經講錯我的真心話 我沒有必要跟他道歉 幫我撥電話到何家 我要親自跟何董事長解釋 是 阿四 你在幹什麼 媽 你聽我說 我喜歡的是山菜 我不會跟除了他以外的女人結婚 放棄 由不得你說要還是不要 何董事長千金 小姿是我驚跳戲弦的媳婦 我告訴你 山才那個窮女人 別說他這輩子進不了道明家的門 就是下輩子他都變小 媽 為什麼你要讓我們的中生幸福 作為你拓展事業的籌碼 姐姐以前就是如此 你一定要參加他跟他愛的男人 叫他家裡六百億的大恨的兒子 這件事雖然姐姐沒有說 但是我一直都知道 這件事是他心裡最大的遺憾 我不會像姐姐那樣 受你擺佈的 那麼我也可以告訴你 我也不會任由你做出 讓我們到明家後悔的事 你跟小姿的婚事是決定了 如果我連這種事都做不了主 我到明封 還有什麼資格在商場上立足呢 我如果為你們這些知識的長輩 真的勉強跟小姿在一起的話 那小姿才會後悔一輩子 而我 也會痛苦一生 媽 難道真的要毀掉我這一生嗎 如果你真的娶了山財那個窮女孩 你才是自回前程 何家的財產事業跟我們到明家 如果能夠結盟合作 等你接任之後在商場上你還有敵手嗎 如果你有點孝心 你就應該感激我的用心良苦 媽 你怎麼會想著賺錢 事業 你為什麼不想一想 那怎麼樣讓你兒子更快樂 你難道不希望我更快樂一點嗎 媽 你真的要把我毀掉嗎 你給我閉嘴 我不會讓你操控我意思 我不會讓你毀掉我的幸福 如果可以 我寧願不當你的兒子 我寧願自己不是大名勝 你不要站住 啊 我自己會愛上你 不敢讓自己靠得太近 我就是你家喔 欸 只有我家的醫師那麼大耶 你幹嘛自己跑來啊 我家又不是動物園有什麼好參觀的 大小事無所謂啊 不過這裡資安怎樣 不敢穿上去嗎 這附近應該還好啦 欸 對了 乾脆把阿姿叫過來啊 不行 不行 為什麼 不為什麼啊 我們家這麼小 也沒有地方可以坐 而且你們等一下一定會覺得無聊就想走了 所以幹嘛叫一大堆人來啊 說大家吃也不想要在幹嘛 怎麼今天又沒來上課呢 他跟小智最近不是發展蠻順利的 酸菜 你知道他們最近兩個怎麼樣 我怎麼會知道 喝一點吧 不要一直問他這些問題 又是誰啊 我去開門你們先喝 來了 乾杯 喔 啤酒不飲 怎麼這麼難喝啊 本來以為再也不會跟你見面了 不過有件事情我一定要問你 你到底耍了什麼手段 小资的母亲 何董事长夫人和阿四 都同时提出解除婚约的要求 你到底要妨碍道明寺 到什么时候你才肯罢休 我没有妨碍他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讲 看来你父母亲所教导你的 一定都是一般人想都想不到的卑鄙手段 下流招数 伯母 您这么说我没有失身份 你又有什么身份跟我说话 一个晚辈还想教训长辈吗 伯母 我想阿四跟小资的事情 可能是有一些误会 是不是误会 我想你没有什么资格强出头 发表什么言论 听说令尊令堂到宜村去生活了是吧 真是的 早知道如此当初又何必逞强呢 把那一千万收下来不是很好吗 难道你把一大堆男人带回家来也是你的手段之一吗 你不要老虎不发威就把我当病猫 老太婆 老太婆 怎么样 我就是在说你 死老太婆 如果你这么宝贝你的儿子 干嘛不买一条狗链把他拴在家里不就得了 山菜小姐 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人 居然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 我什么人也不是 可能在你的眼中 我只是一根杂草 但是我要清清楚楚地告诉你 我做事情从来没有让人家瞧不起过 但是 我现在却打从心底的瞧不起你这个人 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过最差劲的人 在你的眼中好像只有你跟你的儿子 其他人一概不把人当任看 我的世界不欢迎你 请你出去 DAMN! What up,San Tsai? 真是了不起耶 你有沒有看到他剛剛的表情 我看他剛才快跳到爆血管了 San Tsai,你一直說自己是雜草 不過你這雜草爆發的威力 還真是讓人覺得佩服 真的太厲害了 嗯,我也不知道我剛剛做了什麼耶 我只是一時氣不過 所以才突然發飆的 蛤,原來阿絲跟小智已經斷手了 我之前覺得這兩個外開也許不會在一起太久 沒想到竟然這麼快 San Tsai,接下來你該怎麼辦 阿絲他媽絕對不會甘心的 嗯,累說得沒錯 我們得講個對策才行 你真的不能再逃避了 我才不會逃避耶,我也不會認輸的 他越是整我,我就要越堅強 我會發揮雜草的精神 跟他奮戰到底 那你到底要怎麼跟他戰鬥 怎麼戰鬥 對方可是旅館業的女強人耶 可能她是整個盜民集團的皇太后耶 那又怎麼樣,還不是一樣都是人 你想她真是太天真了 她可以不廢的摧毀自己去把你擊垮 嗯 你們煩不煩啊 剛剛又說支持我 現在又講這種話想要嚇唬我 反正我是絕對不會認輸的啦 我們不是想嚇你 我們只是想知道你有什麼具體的做法 嗯,比如說 我 欸,你們什麼態度啊 跟阿絲交往 你覺得怎樣 我不想要這樣子啊 欸,這主意不錯耶 跟獨生兒子交往 讓他老媽氣婚 引起兩個女人的戰爭 這確實是山菜對抗阿絲媽媽最有用的方法 你們在說什麼啊 嗯,沒錯沒錯 乾脆生個小孩子 那就贏定了 生小孩 這恐怕太扯了吧 太后根本不會要那小孩 要不然就把上菜跟那小孩一起 嗯,請問一下齁 我剛剛是不是說了什麼 很不太正常的大話 嗯哼,你說啊 可不可以倒帶 有沒有機會後悔啊 你別鬧了 觀眾都看到,而且都鼓掌了耶 話已經說出口 就沒有什麼好挽回了 沒有什麼好怕的 何況 只要阿絲喜歡的是你 就算今天沒有跟他要正面衝突 也一定避免不了這場戰爭 無論如何 我們都一定會盡量幫你的 沒錯 你要加油喔 我們都在你這一篇 我們會支持你 如果可以選擇 我還是寧可累在我身邊 而不是到迷思吧 累總是能讓我心情穩定下來 而到迷思有那樣殘酷的母親 又在那樣的環境下長大 到迷思的世界充滿險阻 可是我卻為什麼 仍然還是想把我自己推向戰爭 跟他的人生硬碰硬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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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